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逆境阅读的第二集 今个礼拜就进入 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的圣州 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寿难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不少的教会都会停了实体的聚会 原先可能是回到 在基督寿难日里面 在教会里面星期五晚 是有寿难节的圣参崇拜 或者密上会等等 可能都改为网上的直播 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本书 就是我以前在维珍学院 进修的时候 我的老师Eugine Pritzen 中文就是翻译 《不得心牧师》所写的书 我在93、94年的时候 就在安四年假 去了维珍学院Region College来进修 我当时所修读的就是灵修神学 我有机会跟Eugine Pritzen 差不多他开的科目 我全部都上了 所以这张照片大家看到 都是我94年 在维珍学院毕业的时候 就是跟我老师所拍的一张照片 我的老师Eugine Pritzen 在2018年已经是《安息主画》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他这本书 就是天国的语言 这本书就是在英文版 2008年已经是出版了 中文版就是2013年 基本上这本书是分开有两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讲这位讲故事的耶稣 基本上就是以路加里面的比喻来作讲解 第二部份就是讲土告的耶稣 在四福金里面就是讲述耶稣的讨告 就成为了我们的学习 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 基本上可以分两本书来出版都可以 所以一些的主学老师或者教育 是可以用这本书作为教材 可以是有两个的课程 或者作为团契小组材料用 都是相当的适合 今天就跟大家选取其中一段 因为在圣州的缘故 所以我就选了第十九章 就是讲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讨告 在这里就是记载了有关耶稣的实价七言 那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 我就读其中一段 他就这样讲 死亡是界定耶稣生命的决定性行动 在新译本里面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就这样讲 我正是为这缘故来的 要面对这时刻 死亡的过程持续了三个的钟头 是从星期五的正午到下午三点钟 就在耶路撒冷城外 耶稣断气之前就发出了七句的讨告 无一卷的福音书完整记录这七句话 马太和马可记载了同一句 路加给我们另外三句 若翰为我们写下最后的那三句 实价七言是经常出现在各种的 在耶稣的崇拜仪式 或众或唱 通常都是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 不过 我是依照四福音的次序 不是按照他的前因后果 而是用一种彼此同时并列 好像马赛克的拼图一般 每一句的讨词 视成一格 但又不能够脱离其他几句各自独能 这七句话在耶稣讨告的时候 就发展出内部的连贯线 不是一系列的清单 七句话在节奏上是和諧一致 教会的群体是使用救主受死之前 最后七句话来讨告 操练与耶稣同在 让我们的灵魂来沉浸在这个奥秘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来到去锻炼救恩的深处的场景 接着我再读另外的一段 这里这样说 我们所有的祷告 特别这些是从十字架上发出的祷告 都是从空坟墓开始 就是复活的地方 这一点是要特别强调 我们必须从复活开始 一旦脱离复活 就无法明白为了参与耶稣的死 十字架同复活是南北两极 真正福音的两极 是属于单一无法分割的救恩世界 挪弃了其中一端 你就会毁坏了福音 假如耶稣没有从坟墓复活 我们就不需要讨告耶稣的十架七言 受难和十字架是代属的要素 在复活里面十字架被吸收转化了 在复活里面十字架被吸收转化了 复活是包含了钉死 不是一些追加的东西 病态的受磨难 在旧族的大功里面是没有地位 我们对十字架基本的态度就是感恩 所以各位读者 是可以透过这个十架七言 来去思想耶稣的受苦和受死 甚至乎在教会里面有七位的顶姊妹 就是还读这本书的内容 我相信在罪会里面已经可以很丰富 每人读一段 然后每人去分享自己个人的感受 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学习耶稣的讨告 这个就是今天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跟大家介绍我的老师Eugène Peterson 他所写这本书《天国的语言》 下一集再见